好,現在大家都準備好了 那我從這邊齁,就從這邊新增投影片 好,那我就開始 我準備幾張 好,然後呢 第一張要跟大家say hello 所以我就放中間 好,在這裡 其實事實上,老師我們一般那個網路攝影機的位置大概就是 眼睛的正面或下方一點點就好了 你不要 就是差太多,這樣應該就還OK 好,那接下來我就把 我要的圖檔 把它放進來 好,這個是Google地球的 把它撐到最大 好,按這一頁 那我再把 其他的內容把它丟進來 你也可以放視訊 也可以放視訊 好,這個 手機的,這裡也有那個訊息 好 好,然後最後 這邊 你可以加一個字 Ending 好 好的 那 這邊拿過來 那Ending 我的網路攝影機 我就把它 關起來 所以我在這裡 這樣 好,那 我現在準備好了 老師你看這邊 上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一個 名稱 你們如果是開 因為你們都沒有錄過 所以這裡應該是空白的 跟我的不一樣 那我來設成跟大家一樣的 我把它插插 你們有沒有變得像這樣 好,所以應該是這樣 那你就可以錄製新的影片 你的所有的影片都會在這裡出現 有沒有看到 有點像你的那個媒體鋪那種感覺 好,我就按錄製新的 好,那我先回到這頁來 有沒有開始倒數了 各位老師大家好 一定要看著鏡頭 含情默默的告訴他 我真的很認真在錄影喔 好嗎 好 好 你可以這樣就停止 好,但也可以繼續錄下去 這樣了解 好,那你看他有沒有馬上再處理 這時候他就是幫你傳送到他的雲端上面去了 好,你看這樣也就有了 各位老師大家好 一定要看著鏡頭 所以老師要習慣看鏡頭 你知道鏡頭那就是以後人家看你的眼睛 所以你一定要會去對他 所以千萬不要因為他不是人 你就 你就是跟著鏡頭走就對了啦 那今天如果你要剪輯怎麼辦 你看這裡 有沒有 剪刀 分割 講太長了 我想要分成另外一段我就分割 好,那如果是修剪 我們就按一下 因為我這段比較短 所以其實還好 有沒有看到 我們的 前面 跟後面都可以脫曳 那下面又有聲波 所以你就知道 我們一開始錄的時候 我可能跟後面結束的時候 是不是都會有一點點空白 我就可以把這個剪斷 這樣是不是就節省一些時間 在這裡 當然你可以直接 Play聽看看 你看我就把它儲存修剪了 這樣有沒有這段就剪好了 好,如果好了 我還沒有要發佈 所以我就關閉 我可不可以繼續錄第二段 然後就繼續錄下去 那如果老師您是用透過螢幕分享的 也就是說 老師希望 你如果希望最簡單的 跟我平常上課一樣的 就是透過螢幕分享 那你可能錄的 就會比較長一點 好,那你看我來繼續錄喔 因為 我剛剛有錄了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名稱就會變這個 你現在在錄就會錄在同一段裡面 這樣知道嗎 他就等於 剛剛是不是第一段 待會錄完是不是變他 接到後面第二段 對 就接在那個裡面 這樣了解的 所以我們剛剛有沒有提到一個 他免費 帳號是一個月有五段影片 這樣叫做一段影片 了解嗎 這樣子叫做一段影片 好,那裡面有多少個 隨便 好,我再錄一個 一樣321 可以的喔 現在這個 就是 我們在介紹 Google地球裡面 KML這種檔案格式 但是老師你看一下 我現在有點麻煩 我其實來的時候 我發現螢幕放的位置不對 為什麼 因為我如果轉向這邊 你有沒有感覺我是轉向螢幕外面 可是其實我的螢幕是在這個方向 所以有些時候我會調整一下 那個螢幕的位置 就是符合 我們那個 現場的狀況 不然你只 你看著他但是結果 螢幕上看是 跑到那邊 所以我要看這裡 但是我腦袋瓜要想那個畫面 這樣就 會變得比較不OK 可是你們在畫面上看 這樣是正常的 這樣了解 我現在是對著空氣在講話而已 這樣OK 好 所以 像這樣子 那 你如果沒有分段 也可以繼續下去喔 對不對 我可以像這樣再繼續 往下講 都是OK的 反正 如果你真的要把它 切開再切開 沒關係 那這裡就要講到 如果你想要拿手機 當作是我們的 那個網路攝影機 其實也可以 因為我上次來有過介紹 但是今天我就 不介紹 花一點時間講後面的 這樣可以嗎 好最後我們就Ending囉 好那我就把這段停止 好那你來看一下 剛剛 我有沒有分不同頭影片去講 你有沒有發現什麼事情 他有沒有自動幫你切開 代表一件事情 他錄影的時候是不是跟著頭影片在錄的 所以你這段錄錯了 老師 要不要整段重來 不用就把這個刪掉 重錄就好了 錄新錄的是不是在後面 按著往前拉 是不是就可以調整順序了 所以有些時候 我們難免會講錯 或者我要多補充 怎麼辦 就給他再錄一下 對對對 因為 以往我們用標準的錄影 你講錯了 NG 要 整個全部都重來對不對 不然很麻煩 可是 他 就是有這個好處 我可以像這樣分 或者是這裡我講太長了 我可以把它怎麼樣 比如說這一段好了 我講比較長 可不可以分割 可以來你看 我就 點到他 這裡 這個 是因為太短的關係不能分割嗎 若要分割調整進入業上的時間 分割部分的最短是多少 我看一下 這裡是剪輯而已 如果你真的講比較久他也可以放大 那這個 我先收起來 他的 分割 調整 在這裡 在這裡 我把它調整一下 來 各位老師 你看一下 我在拉動這個時間軸的時候 您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要黑黑的 來我再拉動一次 你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也就是說如果我講到這邊 我要分割 我要分割 有沒有這裡可以按了 就是我雖然在同一個投影片 可是講太長了 我想把它切開 或者我發現中間我要補充 那我就來這裡分割 這樣有沒有一個變兩個 然後後面要補充的按著丟過來 這樣是不是就好像在剪接影片 可以吧 好你就可以像這樣子喔 好 那我就 關閉 來 給老師自己練習看看 記得要很含情默默的看著鏡 這很重要 好嗎 哈哈哈哈